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方颖老师 很高兴今天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语文元第六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你们知道出现在视频中 这个锯木头又快又省力的工具是什么吗 它就是木工师傅常用的手工工具 锯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阅读一篇有关锯的文章 请大家跟老师读课题 鲁班造锯 鲁班是谁呢 它又是怎样发明锯的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我爱阅读吧 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 语文元第六 我爱阅读板块 一起把文章读一读 请你借助汉语拼音读课文 要把字音读准 把句子读通顺 特别是长句子 可以多练习几遍 同学们在读文章的时候 会遇到这些不太熟悉的词 你能借助拼音 把它们读准确吗 请你和老师一起读一读吧 鲁班 鲁班 造具 乡船 古代 工匠 建造 宫殿 需要 徒弟 斧子 杂草 滑破 厉害 小尺 提醒 改进 制造 靠 在这个语文元第的字词句运用板块中 我们还学习了一些多音字 我们知道了 多音字有很多读音 我们可以根据词语的意思 来判断多音字的读音 在这篇课文中 也出现了一些多音字 来看这组句子 拿这个字 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两个读音 请同学们借助拼音 读一读这两个句子 边读 边做一做动作 他在手指上试了试 一拿就是一道口子 这 可提醒了鲁班 他想 如果用铁打一把有尺的工具 在树上来回拉 不是比用斧子砍快得多吗 同学们 你读对了吗 和老师一起读一读吧 在这篇课文中啊 还有一些多音字 我们一起读读 相传 读准的字音 相信大家能把课文读得更好了 现在就请同学们再读一遍文章 边读边想一想 读了这篇文章 你对鲁班有什么了解呢 鲁班造具 相传 鲁班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工匠和发明家 木工用的具 就是他发明的 有一回 鲁班领着大家建造一座宫殿 需要很多大木料 于是 他让徒弟们上山去砍树 当时还没有锯 砍树全靠斧子 一天砍不了几棵 鲁班很着急 就亲自上山去砍 山很陡 鲁班抓住树根和杂草 一步一步往上爬 忽然 他的手指被一根小草划破了 流出血来 一根小草怎么会这样厉害 鲁班仔细一看 发现小草的叶子边上有许多小尺 他在手指上试了试 一拉就是一道口子 这可提醒了鲁班 他想 如果用铁打一把有尺的工具 在树上来回拉 不是比用斧子砍快得多吗 鲁班马上回去打了一把 拿到山上一试 果然又快又省力 鲁班就这样发明了剧 后来人们不断改进 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剧 让我们来交流一下吧 读了课文 你对鲁班有了哪些了解呢 来听听小伙伴的分享 他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工匠 也是一个发明家 相传是鲁班发明了剧 从相传这个词语 我们还可以知道 这篇课文讲的是一个民间故事 我觉得鲁班看到小草的样子 相传鲁班是怎样发明的剧呢 在这个单元 我们学习了一些阅读文章的好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课文的内容 在《大雨治水》一课中 我们根据故事发展的线索 讲了《大雨治水》的故事 在《朱德的扁淡一课》中 我们用描写朱德同志穿戴的词语 说清楚了大家为什么越发爱戴朱德同志了 《难忘的泼水节》中 我们运用课文中的词语 结合图片 说清楚了周恩来总理 是怎样和歹族人民一起欢度泼水节的 在这节课上 我们就可以用上这些做法 来读一读鲁班造句的故事 了解文章的内容 下面请同学们读一读二到六字案段 找到文中写鲁班发明句的词语或句子 试着说说鲁班是怎样发明句的 我们来听听下面这几位小伙伴的分享吧 我找到了这些语句 它能帮助我了解鲁班发明句子的过程 鲁班带领大家建造大空殿 需要很多大木料 但是用斧子砍树太慢了 鲁班特别着急 他亲自上山去看的时候 被一根小草划破了手指 他发现小草叶子边上有许多小尺 就想用铁打造一把有尺的工具 在树上来回拉 就可以比斧子快得多 他马上造了一把这样的工具 果然又快又省力 就这样他发明了句 这位同学是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 来讲清楚了鲁班是怎样发明句的 真是个好办法 我们再来听听下面这位同学的分享吧 我发现这篇课文里 有好多写鲁班动作的词语 我把它们圈出来了 也能帮助我说清楚鲁班是怎么发明句的 鲁班建造宫殿时 让徒弟上山砍树 但是很慢 鲁班就亲自上山去看 他抓住树根杂草往山上爬 突然被一根小草划破了手指 鲁班仔细看小草 发现叶子边上有许多小尺 他用小草试着在手上拉 一拉就是一个口子 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按照小草的样子 用铁打造一个工具 就能比砍树速度快了 他马上打造了一把 果然非常好用 锯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的 这位同学可真会学习 他在课文中找到了描写人物动作的词语 并且能够运用这些词语 说明白了鲁班是怎样发明句的 同学们 在我们以前的学习中 我们还学过很多阅读文章的好办法 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些同学的分享吧 我去家外玩的时候 也曾经像鲁班一样 被地上的小草拉伤过手指 看到过草叶边上的小尺 你们看 小草的叶子边上 有着小小的秘密的尺 根据的形状多像啊 同学们根据生活实际 借助图片 学习了这篇文章 了解了这篇文章的内容 请同学们给自己点个赞吧 真是棒棒的 通过刚才的阅读 你对鲁班有了哪些了解 有了什么新的认识呢 我们来交流一下 我们在野外 有时也会被小草划伤 不太疼 也就不太在意 但是鲁班被划伤后 认真观察 在手上试着拉口子 想到仿照小草的秧子 打一把铁的工具 这个好主意 才有了新的发明 我认为鲁班不仅特别聪明 而且他还善于观察 善于思考 是啊 相传鲁班是木匠的鼻祖 这些木工匠人 经常使用的手工工具 全说都是鲁班发明的 请你借助拼音 读一读他们的名字吧 豹子 鲁区 鲁区 墨斗 大宇 朱德同志 周安来总理 他们这些功勋卓著 心系百姓的英雄 可以称为伟人 同样的 鲁班这样 用自己的聪明智慧 不断地开拓创新 发明创造 为人类历史的文明 做出贡献的人 也是伟大的 文章的最后 这样写道 后来 人们不断改进 制造出了 各种各样的剧 相传鲁班是个发明家 那么鲁班 除了发明木匠工具 他还有哪些发明呢 我们一起来读读 学习单上的这篇文章 石墨的故事 想一想 鲁班是怎样发明石墨的 石墨的故事 相传鲁班一年到头 四处奔波 给别人干活 这一天 他忙了一上午 坐下来休息 旁边 有一家人正准备做饭 可是没有面粉了 他们拿来一些麦子 放在石臼里 用沉重的石杵去倒 倒麦的人累得满头大汗 才捣碎了很少一点 因为麦粒是椭圆形的 用劲儿缴了砸不碎 劲儿大了 又把麦粒儿砸跑了 真是急死人了 当时 人们都是用的这种办法 鲁班决心改革它 为人们解决困难 过了几天 鲁班恰好看到一个老太太 正在倒麦子 老太太年岁大了 举不起石杵了 他扶着石杵 在石臼里沿着麦粒 鲁班走过去一看 石臼里的麦粒 有不少已经磨成了粉 鲁班从这里得到了启发 回到家里 鲁班叫他的妻子找来两块石料 他把石料凿成两个大圆盘 又在每个圆盘的一面凿出一道道槽 其中的一个圆盘 他还安上了木瓣 邻居们都很奇怪 鲁班做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围过来看 只见鲁班把两个圆盘落在一起 凿槽的两面相合 有木瓣的放在上面 中心还装了个轴 他在圆盘中间放上麦粒 然后转动上面的石盘 麦粒很快就磨成了面粉 大家高兴极了 鲁班真是为人们立了一大功啊 这就是两千多年来 在我国农村曾经广泛使用过的石磨 这节课上 我们用上了这个单元新学习的阅读方法 阅读了玩阅读中鲁班造句的故事 还读了石磨的故事 了解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课下 同学们可以把这两个故事 讲给自己的家人听一听 好了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好 好